我们今天继续把关节的结构和功能详细说明一下 上节课我们说了大致的类型分为几种 每一种关节是什么 那么我们今天的结合一些例题来看一看 首先我们出现的是第一个例题 叫做largest largest最大的 这个词大家现在应该都已经认识了 largest largest加上est代表最最大 最大的是什么 syno 有node这是滑膜关节 对吧 有s有node这是滑膜关节 这最大的滑膜关节是什么 他给了你一个答案叫做tb femoral 中间有一个神器的o 前面是tibi tibi tibi是什么 静管 femoral是骨骨 脑骨和骨骨组成的关节 他说是最大的滑膜关节 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膜关节这个膜关节是肾体当中最大的关节啊 我把它缩小一下我把它缩小一下大家看一看非常清楚 这个膜关节 tip of joint 什么类型的关节 膜关节是哪里 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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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和深的关键 那么 如果要是他给你换成腻 或者给你换成tbi femur 那么都知道是hinge这个答案 对吧 所以这个一定要有代入感啊 大家一定要有代入感 那么在下一个叫做flexion and extension 区和深 and all by which of the following joint 区和深啊 能够允许做区和深的是which哪一个关节 给你反过来了 给你反过来了啊 原来问哪一个关节可以做区和深 现在是区和深是被哪一个关节来做的 合约关节 作为合约关节的特点就是做区和深 那么下面这一道题呢 正好是他的一个反过来的一个问吧 就which of the following 以下哪一个moment 运动belang to hinge joint 这合约关节做什么样的一个运动 extension和flexion 哎 这两道题 这是一样的意思 在我们的学习当中 这完全是一个指示点 所以一定要举一反三 区和深对应合约关节 只要把这个关键词记住了 合约关节 区和深 合约关节 是左关节 是漆关节 把这个搞明白了 无论它怎么换 也不怕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 叫做which of the following joint 以下哪一个关节 就来了啊 belong shadow joint 是一个安状关节 s-a-d-d-l-e shadow 我每次都和大家讲s就像一个码头 这个d和d就像一个马 马鞍 这个坐坐背啊 这a就是那个马鞍 你就把它想象成七大马 这个叫马鞍 叫鞍形关节 安装关节 shadow joint 什么是一个安装关节 他说叫tribezoom and the first metal couple 第一掌骨 啊 第一掌骨 这掌骨 大家说这不太好记 你就记后面 carpal c-a-r-p-a-l 这个词出现很多 这代表手腕 carpal是手腕的意思 那么比手腕再多前面一块的是什么 就是手掌 哎 比手腕前面多一块的就是手掌 大家看这是手腕 比手腕前面多一块的手掌 tribezoom是多角骨 这个多角骨 和第一掌骨组成的这个关节 就在我们大拇指底下这个位置 大拇指底下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叫做安装关节 这是典型的安装关节 典型安装关节 当然脚上脚踝 其实也有安装关节啊 脚踝这也有安装关节 但是问的极少 为什么问这个位置 因为这个位置特别容易得见窍炎 而我们做按摩的按摩师 就特别容易得见窍炎 经常用大拇指做点按 这是我们的一个职业病 所以大家在做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 避免过度来用这个大拇指 那么如果要是你总是用这个大拇指来点按的话 就很容易造成这个位置损伤 这个安装关节损伤 就出现尖桥囊主啊 好 那么下一个呢 就开始介绍了 就说到尖桥园了 win a practitioner 当一个按摩师 repeat using repeat 重复 我们学英文的时候 经常会听到这个词啊 基础英文的时候repeat 就是重复 重复一点 重复 using 用用什么 就trumb t-h-u-m-b 现在川普已经下去了 不当总统了啊 去年特别好记这个词 川普 川普啊 这个叫trumb t-h-u-m-b 特别像川普的那个词 这是大拇指 to work 就是用大拇指做工 will cause 因为什么 那将会导致什么 当一个按摩师经常重复的用大拇指来做工的时候 会导致什么呢 他给你的这个词叫做啊 decrevance tensor released 这什么意思呢 decrevance是个人名 以这个人人名命名的见俏颜 那么这个人名用不用记呢 我说不需要 你只要记住后的这个见俏颜 你能认识就可以了 啊 只要能记住后面的见俏颜 就可以了 这见俏颜 像什么 大家看一看 前面是ten 是基建 对吧 后面是个什么 syno 我们说什么啊 这滑囊关节 对吧 对吧 基建的滑囊的itis itis 是炎症 itis 基建的滑囊的炎症 就是见俏颜 基建的滑囊的炎症 就叫做见俏颜 让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手掌上 这是基建 这是基建 基建外面呢 有一层皮 叫做 见俏 这个见俏呢 在包裹上肌肉 就有一个滑囊 就有一个囊 囊就是一个皮囊啊 这个皮囊里面发生炎症 就叫做见俏颜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大家呢 只要把这个见俏颜 认识了 如果要是不好认的话 就跟着我来ten 是基建的意思 然后这个syno 是什么 是滑囊 滑囊关节的滑囊 然后后面加上炎症 那基建滑囊炎 就叫做见俏颜 好 那么底下还有一个解释 叫做shadow joint 损伤 一个安撞关节损伤 后面这个是什么 是骨关节炎 哎呀这个词又不认识 这么难认吗 大家看一看 把这个神奇的O打上 后面是arth arth是什么 关节 对吧 前面oste 我们讲骨的时候说 我这个代表骨 骨关节的itis炎症 叫骨关节炎 那实际上有没有这个词有区别 没有太大区别 对吧 shadow joint 大家都知道这个shadow 就是一个骨关节 它就是一个骨骼才有关节 对吧 肌肉当中它没有这个关节 关节指的就是骨和骨相连 那么有没有这个骨关节炎已经不重要了 一提到这大拇指工作 我们就想到了这个 就可以了 那么不管它是把这个shadow joint 放在题目当中 还是把这shadow joint 放在答案当中 还是把这个键巧上放着 我们都应该知道 这个支持点说明什么呀 安重关节 在手腕上 对吧 手腕什么地方 第一掌骨和多角骨组成的这个关节 这个关节呢 和大拇指相关 这第一掌骨不就是大拇指骨 对吧 这第一掌骨就是大拇指骨 这大拇指骨相关的这个关节 出现什么问题 出现肩翘炎或者是骨关节炎 把这个连起来 我们要学知识的时候就是一串 那就像造句一样 通过几个词把它连成一串 就可以了 好我们再看下 下一个啊 什么关节啊 球卧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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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ch is an example of ball underscore joint 一个球卧关节 球卧关节都有几种啊 都有哪几个呀 哎对球卧关节 我们说最典型就两个 一个是肩关节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底下的这个 宽关节 对吧 宽关节就是hip 肩肩关节就是shoulder 那么前关节还有一个名词 一个ter 一个名词 这个名词说的是什么 叫做鱼弓关节 啊 中间有一个神奇的O 后面是hammer就是公骨的意思 这公骨叫hammer 前面有一个glen glen 这glen说的是关节鱼 就是这个这个东西 底下这个小盘盘 这个小盘子 就叫做关节鱼 啊 这个关节鱼就是那个窝 公骨头就是那个球 所以球和窝组成的 叫做球窝关节 那么如果要是给你换一个问呢 就是底下一个骨骨的骨骨头 和宽臼组成的这个球窝关节 都是一个意思 好 那么下一种关节呢 就提到就是pivot 啊 pivot 轴疏关节 咱看他怎么问啊 because of the special struck 由于 由于什么呢 由于一个特殊的一个结构 关于谁啊 哎 大家看题的时候就慢慢就形成一个 呃 经验了啊 一看的off 就关于谁 前头就不重要 对吧 关于谁我们就看谁 说这事儿是冲谁说的 就冲后面这个 cervical verbal 静椎 啊 这个静椎 这个静椎是怎么回事呢 which struck 哪一个结构 as often caused cervospendalist 静椎的怎么样呢 关节强直 这关节强直啊 是个生字 但是呢 我认为不太重要 你认不认识它无所谓 你只要认识静椎就好 连续提供了两个静椎 那么底下有轴数关节 我们当然要选这个周数关节 对吧 因为静椎的第一节 和第二节 就是一个最典型的周数关节 啊 就是一个最典型的周数关节 这是静椎的第一节 啊 这是静椎的第二节 大家看一看这中间有一个轴啊 轴数关节 所以一提到静椎 底下答案当中有关节 问到关节的题 我们首先想到是周数关节 啊 这个不容置疑的事情 好 周数关节还没完 又一个问法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an example 以下哪一下是一个例子 关于一个周数关节 什么例子 关于这个周数关节 人家问了这周数关节 在什么地方 对吧 啊 我们上一个题呢 是不是在静椎 这一个题呢 就给你一个具体的了 叫做anthal和exmo 环椎和疏椎组成的关节 环椎是它 啊第一节就环椎 第二节静椎叫疏椎 环椎和疏椎组成的关节 就是这个pivot周 这是很典型的这个周数关节 那么周数关节还有一个特例 这个极其少见 叫做什么呢 which type of joint is the radio owner joint 一个脑骨和齿骨组成的关节 我们看看脑骨和齿骨组成的关节 在什么地方 在手肘 在手肘这个位置 齿脑关节就是这个位置 这一点点 绕骨就是那个轴 齿骨这个边就是这个 竖 齿骨是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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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为什么 大家看一看啊 在齿骨和绕骨方面 有一个环状认带 就是这个圈套着 这样一看就比较明显 这样一看就比较明显 有这个环状认带套着 把没用的认带拿掉啊 这样就干净了 看见没有 有一个环状认带套着这个 绕骨 所以这个绕骨就围着这个齿骨转 就是因为这个关节 我们的前臂 我们这个小臂 才可以做什么动作啊 悬上和悬下 大家发现没有啊 只有我们的小这个手 这个胳膊可以做悬上和悬下 这小腿是不行的 我们这个手是可以做悬上和悬下 可以这么扭的 啊 这个腿是不行的 腿我们试一下 这个里面这个腿是扭过来的啊 就是因为它多了这么一个关节 啊 周术关节啊 这是一个特特殊的情况 考的不多 如果要是碰到了 大家就想起来了啊 这个周术关节 除了我们颈椎之外 还有一个啊 肘关节当中的这个 绕齿关节也是这个周术关节 好 那么周术关节也说了 周术关节也说了 我们的这个 shadow关节也说了 安装关节说了 河野关节说了 好 我们再看看下来还有什么关节 提到了一个单周关节 啊 on exero joint 单周关节 我们一提到单周关节 马上想就几种 哎 想一想啊 单周关节有几种 哎 单周关节有三种 平面关节 荷叶关节 周术关节 这是单周的啊 我每次都强调啊 双周关节有两个 你就记住双周关节有两个 就可以了 剩下的一分析就出来 啊 咱们记题的时候一定要把它分区分块上记 你不能说一下子把所有东西都记住 记不住 你就记住一条 双周关节有两个 是什么呀 是科状关节和安状关节 对吧 就这俩 把这俩记死啊 双嘛是一对 双周关节有两个 好 那剩下的多周关节 首先关节有三种 对吧 单周的双周的多周的 这个我们知道都已经不用再记了 这个大家谁都很清楚 那么双周有两个了 多周有几个呀 多周就一个呀 就球弯啊 就只有球弯是多周的 就怎么转都行吗 那球嘛 对吧 那怎么转都行 那剩下还有几个呀 剩下这三个嘛 是不是啊 我们一只手就能数过来的算数体啊 所以呢 单周关节有三个 其中就是平面关节 轴术关节和核叶关节 那么这里面问到的是什么 What joined 哪一个关节是一个平面的移动 但是 cannot be rotation 不能够旋转 在一个面上运动不旋转的 这个是单周关节 这是单周关节 好 双周关节又来了 BI开头的是双 叫做啊 BI external 双周关节 What can of joint 哪一个关节 move 运动 on the plan 在个面上 but not rotate to the fixed external 看上去和上头这个题 非常的像 他也是说哪一个关节运动啊 在一个面上 但是呢 不做这种旋转 对吧 和上头这道题 到这句话的时候完全是一样 这是不能做旋转 这是不做旋转 都是一个意思 只不过他多了后面 to the fixed extra 就是旋转到什么 到一个固定轴 不旋转到一个固定轴 就是什么呀 就是可以转两轴 是吧 所以呢 这就是双周关节 双周关节 又来了 BI BI external 双周关节 是which joint 哪一个关节 我们记住 双周关节有两个 对吧 一个叫做shadow 一个叫做candy candy long 所以呢 他这点道题当中 给你的是shadow mone关节 那么这道题有几个答案 两个答案 给你马鞍关节是对的 给你candy long 也是对的 这个大家理解了 那这种题 不是一个only one的答案 也就是说 双周关节本身有两种 那么就有两种可能性 要么是马鞍关节 要么是candy long 同理单周关节 有几种 有三种 对吧 那可能出现的答案 就是三个 所以这个 大家一定要清楚 这种题 不是死背的 好 which joint 哪一个关节 is the only direct 只是一个 怎么样 一个方向 干嘛呢 attachment 连接 between the shoulder gilt 肩带 and the tru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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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的是躯干 好 我们看一下他说的这个位置 只连接肩带 啊 锁骨和肩胛骨叫肩带 只连接它和躯干 我们看一看 我们看一看啊 我们后背 肩胛骨和躯干有连接 没有 对吧 肩胛骨和躯干之间靠着肌肉连接 什么肌肉啊 什么肌肉 抢答题啊 什么肌肉啊 答对有赏 干嘛呀 零星肌 在这个位置啊 零星肌 大家记住 零星肌的一个特点 零星肌的一个特点 就是连接肩胛骨和 脊椎 净胸椎 这是零星肌的一个特点 好 那么既然后面没有 那么只有前面一个地方 这有连接 锁骨和胸骨有连接 这个关节叫什么 叫做胸锁关节 叫做胸锁关节 所以这个是胸骨 前面STERN 这Stone 就是代表胸 后面Clarco 这是CL CL的 两个L的 我们可以记着两个LA的 LA LA 两个LA的 这个是什么呀 这是 锁骨 因为锁骨一边一根棍 所以呢 这是两个L 这是锁骨 胸骨和锁骨之间的关节 叫做胸锁关节 在这个位置 好 我们再看下面一个 关节说的差不多了 又提到韧带了 叫做Vitch Lickman 哪一个韧带 ATTA attached 附着 附着 附着在绕骨和持骨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韧带 叫做什么呀 叫做 环状韧带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小的小韧带 就是这个小韧带 附着在持骨和绕骨 他把持骨和绕骨连接在一起 叫做环状韧带 安安悠 环状韧带 安在这个 持骨上 就是环状韧带 这个题呢 考的偶尔会有 大家要了解一下 最近呢 最近这半年 没有人提到过 看到这道题 但是呢 以前有过 以前在这个提库里面用 大家可以把它做一个借鉴 提到这持骨扰骨的韧带 要知道 我试试 叫环状韧带 除了这个韧状韧带之外 其实还有一种韧带 也连接持骨扰骨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骨肩韧带 对 韧带是韧带 前面是韧 在里面骨肩韧带 连接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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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巾骨肥骨也有 就是白白的 就白白的这个 这都是骨肩韧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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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最后一个呢 说到的transference ligament 一个横向韧带 关于entos 一个 环锥 环锥关节 一个这个横韧带 叫做什么叫做尺突 这个呢比较冷门 这个比较冷门 既然提到了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尺突 这边是环锥 第一阶 第二阶 这叫疏锥 疏锥上面有一个尖 这个尖就叫做尺突 大家看看行不行像 ODO 两边有两个洞 中间有一个竖起来的尖 ODO 这个就是尺突 尺突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叫尺突 尺突在 输锥上 在atlands 在这个 实际上这个尺突是在这个 这个输锥上 是axil axil 在axil这个锥体上 好 他说的是这个韧带 他说这个韧带在什么地方 就是这个啊 裹得太严实了 裹得太严实了 在这个位置啊 环状人带 这个叫环状人带 直接把这个尺突给包起来 里头的这个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啊 这尺突 尺突里面这儿 这一点点的环状人带 把这尺突正好包起来 就这样的一个东西 所有的这些东西呢 是固定竞尊用 固定竞尊用 我们大家了解一下 因为为什么强调这个呢 因为这是个新词啊 在我们的正常链接当中 不出现这个 给大家增加一个支持 支持面 了解一下 不作为重点啊 但是呢我们了解一下 万一出现这个词啊 特别有特点ODO 后头有个process process凸起物 对吧 process凸起物 一看ODO 怎么不认识这个东西是什么 我想起来了啊 我们好像聊过这东西 叫做尺突 这个尺突是在这个 书锥上 连接环锥的啊 好我们下一个呢 支持点呢 叫做这个 Ren Off-Motion 运动极星鞋当中的E 活动范围 运动范围 简称叫rom 经常会看到啊 题目当中有rom rom就是这个 Ren Off-Motion 就是这个东西 活动范围 这活动范围 我们看一看它介绍的 都是什么内容啊 的min sure 一个标准 什么min sure 这个词啊 在评估当中也偶尔会出现 能衡量的啊 可衡量的 就是这个 通常不好记 好记 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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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道题呢没有什么好说的啊 就是一个死题 一个概念 大家知道关键活动叫什么 叫run off motion的款页 那底下呢叫做you hold a door napp 你呢 拿住了一个门把手 napp是门把手 and turn it clock wheels clock wheels就是顺时针 顺时针转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动作叫做 supination 叫做悬后 也叫悬上 这个活动范围是说什么 活动范围就是说这个关键运动 怎么个动法 就说这个 我们看看supination 顺时针 顺时针 什么叫顺时针的运动 这样叫顺时针的运动 对啊 这是左手啊 左手反过来 应该是说的是 右手 应该说的是右手 这个叫顺时针的运动 这个叫顺时针的运动 我们开门的时候是这么开的 这个叫supination 这个叫supination 反过来这个叫prenation 悬下 悬下 这叫悬上 好 这道题就说这么一个动作 其实这道题呢 对于英文好一点 非常容易 但是对于英文差一点 可能有点难读 就是这种东西 顺时针这个词 可能也不认识 你说的是什么 不知道 最多知道这个悬后 所以这个悬后 这个动作 或者叫悬上 悬上 就等于悬后 一个意思啊 他这个动作是什么 一定要了解 手旋朝上 就是悬上 好 下一道题 which condition 哪一个情况 finture and extra asperage posterial coversions ex代表什么呀 向外的 对吧 过度的 这东西过度的 超出范围的 ex 所以我们叫extension extension叫伸展 伸展是什么呀 伸展就是超出了正常的范围 向后面延伸 所以叫ex extension 就是这么个意思 一看到这ex 你知道哦 超出过度 超出什么呢 posteral 后面的 cover curv 看到这就知道 这个叫曲度 弯曲度 弯曲度 就是这个 后曲度 of 关于谁的后曲度 胸锥 soro spin 胸锥 超出了胸锥的后曲度 我们想一想 这个胸锥的后曲度是什么样子 胸锥 胸锥的后曲度 正常的胸锥是直起来的 对吧 弯曲过度 胸锥 所以谁是胸锥 啊 carphesis kyph 一看到kyph 就是后突过度 这词大家别忘了啊 你看到carphesis kyph 就是后突 主要是胸锥 那么前面这个词呢 叫做hep 过度 胸锥后突过度 对应着我们的关键词 后突 carphesis x ex 过度 就是这个hep 那谁能够后突呢 就是胸锥能够后突 对吧 我们腰锥后突不了 腰锥只能前突 啊 大家记住了啊 这个腰锥 只能前突 不能够后突 缩下来点啊 我们看看这个腰锥在这儿啊 腰锥只能前突 后突不了 胸锥呢 只能后突 前突不了 所以无所谓就是 后突的过度和后突的不足 前突的过度和前突的不足 一定要把这个记清楚啊 我们锥体 这个腰锥和胸锥的这个后突和前突 是个学习重点啊 经常会问到考到这样的题 好 那么换一种问法 叫做 access 过度的干嘛呀 increase增加 of 关于一个正常的normal 正常的一个 curv curve 这是什么 曲度 关于胸锥 过度的 超出过度的增加一个正常的胸锥的曲度 又提到这个啊 所以大家就发现这种题我们要注意几个关键词 首先胸锥要认识 这是必须要认识的字胸锥胸锥对吧 然后呢 曲度 曲度 covert 曲度 要知道 哦 一提到胸锥曲度 马上就明白了 胸锥只能向后突 对吧 增加后面的曲度 所以在一看见前面有EX EX 这样的词 这一类型的词就知道了 增加胸锥的一个后突的曲度 这个就叫做驼背 hypercophasis 好 英文好的同学呢 像这两道题都非常容易就过了啊 这个或者说常看题的也就一下子就过了 我们对于刚接触或者是英文不太好的 现在强调一下这几个词 对于我们看题当中有很大的帮助 不必要把所有单词都背起来 但是呢 关键的这几个词是一定要认识啊 好 我们看下一个 叫做internal foot internal foot arch 内部的 脚foot 这个是arch是弓 就是这个弓 内部的足弓 也就是内足弓 become to fly 扁平 由于什么呢 由于这个body wide 由于这个体重 变得扁平 which of the following action 什么样的一个行动 cause this condition 就是造成的这种情况 或者叫做middle foot arch internal foot arch 或者middle foot arch 说的都是一个词啊 就是内足弓 内足弓扁平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脚 我们这个脚 这里面 是弓起来的 在脚的内侧 这个就叫做内足弓 这个窝就叫做内足弓 大家能不能看 这个窝就叫做内足弓 内足弓变得扁平了 怎么样才能变扁平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动作 看一下这个动作啊 这是内足弓 我们的内足弓变得扁平 只有一个可能性 这个脚啊 就这个动作啊 就是这个动作 脚大拇指朝下压着 把这个内足弓压平了 所以这个动作叫什么呀 叫pernation 啊 旋下也就叫做 旋前 pernation 啊 这个动作叫做pernation 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 要认识 这个动作叫pernation 啊 反过来说 我说这个 supernation是手掌向上 啊 pernation是手掌向下 我们看 向下的过渡了 就是从这边 把小脚趾翘起来 对吧 所以这就是pernation 好 又给你一个新词 叫做plancing weight 啊 一个重量 把这个重量 on the inner edge of the foot 里面的内侧圆的 关于脚 这是一个例子 啊 把这个重量放在脚的内侧圆 说了半天 说的是不是一件事 这就是脚的内侧圆 内侧圆就是内足弓 所以把这个脚的内侧圆 也就是内足弓 放在重量是一个位置 叫做pernation 大家发现没有 这个动作 在脚上有一个单独 专直脚的 就做pernation 这样叫做inversation 这样叫做pernation 所以这个题目 现在就出来了 大家发现一个问题 内足弓扁平 和内侧的脚 把重量放在这个位置 说的是不是一件事 是一件事 都是一个动作 那么也就是说pernation 就等于versation pernation就等于versation 那这个题有一点点绕 这个题有一点点绕 这个考试的时候 还是有很多同学碰得到的 就是问你这个pernation 和versation的关系 你怎么样判断这两个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把它搞清楚 大家千万要把它搞清楚 大拇指向下 把这脚压平 这个叫做everization everization 就是向外 脚向外撇出去 这也叫悬前 或者是悬下 pernation 这是同一个动作 好 这是我们在这个 应用机登学当中 说的活动范围 除了活动范围之外呢 它还有另外一个知识点 叫做active 主动 什么叫做主动运动 什么叫做主动运动 主动运动 就是客人自己做的运动 叫做主动运动 好 我们看一下题目 in assessment 在一个评估当中 关于run off motion 关键运动 the moment 关键运动的一个运动中 by both client and practitioner 客人和按摩师一起做的 both 是放在一起 两个在一起 客人是和按摩师一起做的 这个关键运动叫做什么 叫做主动辅助 active assist 这是一个新的概念 主动辅助 主动指的是客人自己做的运动 叫做主动 按摩师帮着客人一起做 这叫主动辅助 主动辅助 底下一道题 the type of stretch 一个类型拉伸客人 performed untary by themselves 这个拉伸 这客人 被他们自己 by themselves 他们自己 客人自己做拉伸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active 叫主动运动 所以一提到active 主动一定是客人 self 客人自己 必须要明白这个特点 好 除了主动运动之外 还有一个词叫做 agonist 主动肌 什么肌呢 主动肌 就是主要做运动的肌肉 叫主动肌 好 除了主动肌 还有对抗肌 a muscle 一个肌肉 that is the prime mover of the joint 主要做 关键运动的肌肉 就是主动肌 好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们这个大腿 在做 髋关节曲 这个动作的时候 那谁是主动肌啊 我们的股四头肌 是主动肌 对吧 这个时候股四头肌 是主动肌 他主要做这个关键运动 他是主动肌 那么这个时候谁是对抗肌 后面的过程肌 就成对抗肌 啊 同理 我们在做肩关节曲的时候 公二头肌是主动肌 那么公三头肌 就是对抗肌 啊 所以主要做关键运动的这个肌肉 就叫做主动肌 所以prime prime 主要的 主要的圆动力 主要的mover 主要的做动作的这个 关于关节的这个肌肉 agonist 对抗叫antagonist 主动叫agonist agore就是去吧 主动的就是去吧 你记住这个agore就是去吧 要主动肌 好 这个概念不多 主要的这个关键运动呢 可能在评估当中啊 问的比较多 在我们运动肌动学当中呢 就主要让大家了解一个概念 就好 主动 被动 主动肌 和对抗肌 对于这个passive p-a-s-s-i-v-e passive是被动 对于被动呢 没有找到太详细的这个考试屏幕啊 所以只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客人自己不动啊 按摩师给客人做运动 就叫做passive 被动 比如说客人过来了啊 说我胳膊疼 你给客人做这个检查 好 你自己把胳膊抬起来试一试 能够抬到什么角度 这个叫做主动 主动运动 可是说我自己抬不动 抬不起来 按摩师说好 那你放松不要动啊 我帮你把这胳膊抬起来 拎着客人的手 拎着客人的手 把它抬起来 按摩师把它抬起来 这个就叫做被动运动 passive 主要区别就是客人自己动的 叫做主动 按摩师给动的 叫做被动 好 那么下面一个呢 是一个比较重点的这个知识点 叫做rescent抵抗 受限抵抗 你的限制 这个大家要招募看一下 在运动机动线当中 正常的运动都是死之水 考的呢 也比较容易 这种受限抵抗的 问的就比较复杂 很多同学搞不清楚 我们详细看一看 他问的是什么 什么叫受限抵抗 就是一个主动机 一个对抗机 他们在做什么运动 比如说 the muscle 这个肌肉 attachment 附着在 in an area 一个区域 help the primal mover 帮助这个主要运动 刚才看到这个词啊 prim 主要运动的 productive at the moment 主要运动的 或者呢 estab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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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呀 稳定 establish 是稳定 稳定 稳定 apart 稳定一个区域 the man mover 稳定这区域的一个 这个主要的运动肌肉 或者呢 more afficative moment as the term of 他们这样一个运动 一个 专业术语 是什么 就这个肌肉啊 帮助主要运动肌 help 帮助主要运动这个肌肉 和稳定这个动作 说的挺绕口 主要就看这个词 叫做帮助help 帮助这个主要运动 主要运动的叫做主动运动 它的肌肉叫做主动肌 叫做agonist 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词 刚说过啊 agonist 主动肌 那么帮助这个主动肌呢 叫什么呀 叫做啊 synergyst 协同肌 一起做动作 协同 他不是主要做这个动作 但是呢 他也参与这个动作 也参与这个动作 还是举这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这个肩关节做flection 对吧 肩关节去 主要的动作是谁呀 公二头肌 对吧 公二头肌主要做这个肩关节去 那么谁还做这个动作呀 大家想一想 前三角肌还做这个动作 所以前三角肌和公二头肌 对于肩关节flection这个动作的时候 肩关节曲这个动作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是协同的 对吧 那么最著名的一对协同机 我经常重复 大家还记不记得这是谁呀 经常重复的 被扩机和打原机这俩 动作一致 动作一致 在所有的动作方向 他们两个人都执行三个动作 内收 对吧 内选和extension 在这三个当中 任何一个动作 他们俩都是协同的 这是最著名的协同机 当然了 身体当中这种协同的功能的肌肉 还很多 只不过在我们考试当中 这个大原机和卑国机 重复率比较高 出现频率也比较高 所以这是很著名的 所以大家就了解了 什么是一个协同 sinergist 就是彼此都做这一个动作 但是呢 有一个是主要做的 另外一个是辅助做的 这个就叫做协同 考试的时候呢 一般不会问你谁是主动的 基本都是问你协同机 谁和谁之间是协同机 让你举例子 或者给你两个协同机 让你看是不是能找出来 他们俩的协同动作 那么下一个叫做antagonist relection 截抗计也就是对抗计 antagonist antagol就是对抗 agol是主动 antagol就是对抗 大家把这个认一下 就差这么一点点 那么这道题说的是什么呢 叫做the efficacy of the receptual inhibition 这个词经常出现 叫做相互意志 描述这个相互意志 the best described as 描述一个相互意志的效果 最好是什么 或者呢叫做best defension of receptual inhibition 定义 一个最好的一个定义 关于这个相互意志 不管它是描述 还是定义 说的都是一个事 叫做receptual inhibition 大家只要记住这个词 相互意志 就好了 什么是相互意志 还是以我们的 公二头级为例 当我们做肩关节曲的动作的时候 公二头级是收缩的 公三头级是拉伸的 这个就叫做相互意志 当我们做肩关节伸的时候 公三头级是收缩的 公二头级是放松的 这个彼此之间就叫做相互意志 大家说来一个收缩 一个放松哪来的意志 对 当其中一个收缩的时候 公三头级收缩 公二头级就不能够收缩 当公二头级收缩的时候 公三头级不能够收缩 就做不到 所以就出现了意志 好 这个意志呢 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词形容 叫做antagonist relation 叫做结抗级放松 对抗级放松 大家看是不是啊 大家看是不是啊 当公二头级收缩的时候 公三头级这个对抗级是不是放松的 肯定是放松啊 当我们大腿前面的这个五四头级是收缩的时候 对抗级过升级继组是不是放松的 肯定是放松啊 不放松这个腿就抬不起来了 好 有同学就是不理解这个词啊 给大家详细解释 什么叫做对抗级放松 对抗级放松啊 就是当一个收缩的时候 那个拉长 我们大家普遍的认为relection 这个放松就等于肌肉拉长 你只要把这个概念转换过来 很多个问题就永而而解了 好 底下一个叫做infant 婴儿的一个什么呢 tortocles 斜径 这个词非常有特点 totsio 两个o 两个t 斜径 婴儿斜径 这个斜径 It's the anlectral hyperspanestone 什么呀 单侧过度的 sp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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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精卵 还记得吗 我说这个spas 特别容易进 spas加s就是精卵 过度的精卵 单侧过度的精卵 typical involving what muscles or muscle group 涉及到什么肌肉或者是肌足 这个斜径又单侧的精卵 这说的是什么 单侧精卵你不认识都没关系 斜径是必须要认识的 一提到斜径 马上你要找一个和脖子有关的肌肉 也就是我们静部的肌肉 必须要知道 对吧 并静部的所有的肌肉 一定要了解 所以谁是静部的肌肉 管这个歪脖子 凶缩柱突击 所以这道题主要就对应一个 斜径这个词 你认不认识 凶缩柱突击 知不知道这个斜径 是脖子上的肌肉造成的 斜径就是歪脖子 小孩先天性的 脖子歪过来 他直不过来 这就叫做斜径 这就叫做斜径 经常会有这样 那是谁啊 单侧的 凶缩柱突击 净卵 这就是凶缩柱突击 过度收缩造成 对吧 好 又来了 对抗肌 antagonist对抗肌 我们看看这道题 问什么对抗肌 Win performing 当执行一个 concentral shoulder flexion concentral是向心的 肩关节的 曲 什么叫向心肩关节的 曲 这个就完全是给你下套 曲 flexion 都是向心 flexion没有离心 flexion全是向心的 所以他有没有这个向心这个词无所谓 他一加这个词马上就蒙了 这个向心曲是个什么玩意儿 不要慌 flexion就是向心的 所以这两个是同一词无所谓 我们只要认识这个flexion就可以了 当做监管节去的时候 the long head of the surface 三头肌 三头肌的长头 will be given which of the following rules 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好不管是长头还是短头 他攻三头肌在监管节去的时候 都是拉长的 这个没错吧 所以大家看题的时候啊 不要被这些不认识的字 或者一些定语吓坏了 一定要看出来的到底问的是什么 监管节去 攻三头肌做什么动作 就一条 攻三头肌是拉长的 对吧 拉长的就是什么呀 就是对抗肌 攻三头肌就是监管节去的对抗肌 好 给你另外一个问法 in shoulder flexion 这比较直接 监管节去的时候 the long head of the triple brunsel workers 攻三头肌做什么动作 对抗肌 或者呢 他说攻三头肌 relection 放松 攻三头肌的stretch 拉长 都是可以 都是一样 好 下面一个 叫做 when you left 当你左边的elevate shoulder 或者叫rest up rest up 就是抬起来 e-elevate也是抬起来 你抬起来左边的这个shoulder 有同学说啊 这就不认识没关系 啊 向上就认识 对吧 e-elevate 这个我们讲过这个运动的时候 说是提升 提升向上 左肩膀 就可以了 你就知道 左肩膀抬高 知道左肩膀抬高 左肩膀抬高 左肩膀抬高 这个时候 which of following muscle keep relaxed 什么肌肉是放松的 啊 他给那些 red lower tripsal 右下斜方肌 啊 右下斜方肌 对 这是个图体啊 右下斜方肌 好 which of the following 你下哪一项action 你下哪一个动作 是这个antagonist 对抗 对抗谁呢 leptoscapular 提肩胛肌 啊 就是提升肩胛股 肩胛提肌 谁和肩胛提肌是对抗 肩胛提肌 在这儿 啊 肩胛提肌 在这儿 肩胛提肌主要动作 干嘛的 提升肩胛 提升肩胛股的对抗肌 antagonist 我们就知道了 是什么动作 下压肩胛 对吧 提升肩胛股的对抗动作 是下压肩胛股 那么我们只要找到一个下压肩胛股的肌肉 肩胛股的对抗肩胛股 就好 所以 它这给你的是一个动作 对吧 它没有给你这个肌肉 叫depression of the scalp 下压肩胛股 对抗提肩胛肌 就是下压肩胛股 这个主要就问你这个肌肉的动作 提肩胛肌主要做提升肩胛股的动作 那么对抗它就是下压肩胛股 这也很好理解 好 我们再看下一道题 which of the following part 以下哪一个部分 as the antagonist 对抗 when depression of the scapula 下压肩胛股 对抗下压肩胛股 上道题说了 对抗提肩胛肌的是下压肩胛股 那么对抗下压肩胛股就是提肩胛肌 对吧 它这道题呢 除了提肩胛肌之外 还给了另外一个词 叫做上膝胛肌 都可以 上膝胛肌和提肩胛肌 都是提升肩胛股这个动作 所以呢 都是和下压肩胛股做对抗 好 下面一道题 which of the following 以下哪一项 是 anagonist 对抗 对抗肌 of 关于谁啊 sabascabulous 下肩甲 就叫做肩甲下肌 或者叫肩甲内肌 肩甲下肌 肩甲内肌 肩甲股前面 在这个位置啊 这个是肩甲内肌 在里面啊 肩甲股 立层前面 那么说它做什么动作呀 做内旋 对吧 还记得吗 肩甲下肌是做内旋的 肩甲股内旋的 做肩甲股内旋这个动作 那么对抗它 就是肩甲股做外旋 对吧 肩甲股做外旋 做外旋 对抗内旋就是外旋 那么谁做外旋 港下肌做外旋 小圆肌做外旋 只要是能做外旋的肌肉 都对 所以这种题 大家一定要明白 它动作是什么 为什么给你一个肩甲下肌 就是人家肩甲下肌做动作比较单一 就是内旋 所以它好出题好给答案 那么内旋的肩甲下肌对抗肌 就是外旋 就是外旋 好下一个 叫which muscles 哪一个肌肉 is the synergist 还记不记这个词 协同 协同什么呢 背阔肌 我刚才刚说过啊 这个背阔肌的协同肌非常著名 是谁啊 大圆肌 对吧 为什么大圆肌 它所有动作都一样 which of the following muscles the synerg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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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哪一个肌肉 协同当背阔肌手缩的时候 大圆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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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所以 大家一看到这个 关键词 很好认 协同 协同 背阔肌 背阔肌 这种关键运动呢 协同和对抗的体验 大家只需要记住几个词就关键 协同 对抗 antagonist 和这个 synergist 记住这两个 另外你就找肌肉 它说的是哪块肌肉 你就对应着看它的动作就好了 啊 好 又来了 which of the following 以下哪一项 is an antagonist 是一个对抗的 for anterial delos 哎 前三脚肌的对抗肌是谁 这个可有太多 前三脚肌负责 趋内旋 肩胛 还记得吧 对吧 那只要做外旋 和 身 肩膀的 就都是它的对抗肌 有同学说了 这背阔肌不是做内旋吗 它也做内旋呀 它为什么是对抗肌呢 无论是对抗还是协同 大家记住都是在某一个动作上 那么这道题说的是在extension这个动作上 flexion和extension这个动作上 在flexion和extension这个动作上 那么前三脚肌和肺迫肌是对抗 那么在middle rotation内旋这个动作上 它们俩就又是协同的 哎 所以没有绝对的敌人和朋友 一定要看它目标动作上 好 又来了 what is the moment 什么样的一个运动 of the combination 一个组合的运动 关于谁呀 关于背阔肌和 肩胛下肌 啊 港下肌 sorry 港下肌 背阔肌和港下肌的一个协同运动 港下肌是做什么动作呢 大家想一想 外旋和伸展 它还做这个extension 对吧 还要做内收 对吧 所以在这个两个动作 内收和伸展这两个动作上 背阔肌和它是协同的 背阔肌是做什么动作呢 内选 伸展 内收 对吧 所以在这两个动作上 它们俩是协同的 同理 在什么动作上 它们两个人是 对抗的 对抗的 内选和外选 所以一定要看清楚这道题问的是什么 好 它说组合运动是什么 如果把这combination改成这个 sinergist 协同 也可以 但是如果要改成antagonist 答案可就变成了 另外一个了 就是内选和外选 啊 好 what should 什么是将要干嘛呀 relaxed 放松这个肌肉 关于 tread carferces carferces 就是驼背 对吧 投背的时候你要放松什么肌肉 这个呢就说了一个支持点啊 是因为这个前距肌 因为前距肌过度紧张 前距肌过度紧张 造成了牵拉肩胛骨 向前运动 做partition 也就是啊 类似于圆肩驼背这个动作 啊 做圆肩驼背这个动作 肌甲骨 做圆肩驼背这个动作 是因为 前距肌过于紧张 前距肌过于紧张 啊 做这个动作 所以呢 我们要relaxed 放松这个前距肌 当然了 含胸脱背这个动作 不只是前距肌 过于紧张 凶小鸡有可能射击 对吧 哎 所以 答案当中看他给什么词 这道题答案当中没有给凶 这个凶小鸡 就给你的前距肌 那我们就选前距肌 就好了 像这种题都是比较灵活的啊 没有固定障碍 好 下一道题 which of the following muscles 以下哪一个肌肉 is an antagonist to the posterior delta 对抗 关于后三角肌 谁是对抗后三角肌 后三角肌做什么动作呀 extension 对吧 后三角肌做extension 那么它的对抗动作就是flexion 是不是 或者是外旋 它的动力框动作就是内旋 所以这个时候谁做flexion 胸大肌 对吧 胸大肌是做flexion这个动作 那么除了胸大肌之外 很多肌肉都做flexion 很多肌肉都做flexion 都可以和后三角肌做对抗 最典型的就是千三角肌 对吧 所以这种题千万记住啊 不要背 对抗后三角肌 你就记住了胸大肌 这可毁死了 彻底毁了 一定要理解 为什么选 以上三个都不对 所以才选择 并不是only的 这一个人 千万要记住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 叫做which is the antagonist 什么是一个对抗肌 关于什么呀 关于提肩甲肌 提肩甲肌是提升肩甲股 它给你的胸小肌 为什么 是因为胸小肌是下压肩甲肌 胸小肌是下压肩甲 啊 所以呢 他们两个对抗 好 which of the following muscles group 提到了一个 哪一个机组 是对抗关于谁啊 Hemstreet 郭绳机 这个太简单了 这个实在是太简单了 摆送 郭绳机和骨骚托机是对抗 一个做 大腿的 extension 一个做flash 啊 啊 what is that 什么 是这个 if the client 这客人 has the knee flexion along with the posteral telting of the telting of the 这一组 posteral telting of the tel 这个是什么意思 骨盆后倾 啊 骨盆后倾 千万别把这个忘了啊 后倾 telting是倾斜 pil是骨盆 poster后 骨盆后倾 如果一个客人啊 这个T盖弯曲 而且它骨盆后倾 这个时候呢 and the flexion of the long bear span 这个腰椎变得平 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大家看看这个动作啊 想想 骨盆后倾 骨盆前倾是这样 踹屁股 对吧 骨盆后倾是挺腰的 这样 骨盆后倾 腰椎变平 腰椎还是平的 啊 腰椎变平 这个时候 谁是缩短 锅生机是缩短 对吧 骨盆后倾就是 锅生机缩短 没错吧 那么 你要怎么办 当然是拉长 锅生机 你要怎么治疗 这个锅生机紧张 锅生机缩短 当然把它拉长 所以大家记住一条 就是 骨盆后倾的时候 主要对应的就是 hemistream 当骨盆后倾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hemistream是缩短的 那么你这个时候 what is that 你怎么办 对应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trait 你怎么治这个东西 就是拉长 那个锅生机 又来了 Aclient 一客人 has the posterior pull pull with tail 一客人 骨盆后倾 which muscles are shoulder 哪一个肌肉 是缩短的 或者哪个肌肉 是tannin 是紧张的 首先选就是hemistream 有hemistreating就是对的 其次呢 和hemistreating有关系的 就是蹲大鸡 好 这道题有点意思啊 这道题啊 他说的特别奇怪 他说什么呢 他说a female 一个女生 这个一个女性 this clothes that tend to hold her one year old baby on her left hip 这个一个女性啊 他跟你说 他说他呀 抱着一个 他一岁大的一个孩子 啊 在他什么地方 左边的宽部 啊 左边的宽关节 他把这个孩子呢 抱在这个 左边的宽关节 啊 在这个位置上 啊 在左边的宽关节 在这儿啊 抱着这个孩子 然后呢 she completed the抱育 of the lower back pain the后腰腾 啊 postural assistant indicate that her left hip the left hip is elevated 他说做评估啊 他说他腰疼 然后做评估 自是评估的时候呢 他说他左边的这个宽关节啊 提高了 左边的宽关节提升了 你看他总抱着这孩子呢 他左边这个腰呢 救护着这孩子 向上提 啊 这个动作 这个时候 the practitioner should prime massage and stretch 啊 按摩师 啊 应该拉伸 vish of volume muscles 拉伸什么肌肉 给你的是叫 同侧的 epse 这个 epse lateral glottos middle 同侧的臀中肌 什么是同侧 他是左边臀中肌提高 左边宽 提高 那就是左边的这个臀中肌 实际上这道题特别有意思 他就是问你 是知不知道他说的是一件什么事 左边宽部提高 问你拉伸什么地方 大家想象一下 左边宽部提高 肯定是左侧的肌肉 紧张 那你拉伸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拉伸左边的肌肉 对吧 哎 但是他没有告诉你左边 他用的是同侧 所以这个同侧认不认识 ips lateral 这个词大家要注意一下 啊 考试当中很有可能出现 这个同侧或者对侧 对侧是opside oppo 我们现在有一个国内的手机 叫oppo oppo 就是对侧 对面 这个ipsi 就是同侧 这个词大家一定要认一下 不一定出题的时候 考试当遇到是这个存中肌 这有可能是其他的同侧对侧的 所以 这道题 只要理解了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别看这么多字 太简单 他就是左侧抬高 左侧紧张 那么你要拉伸 stress 拉伸什么地方 拉伸左边的臀肌就可以了 对吧 他只要是左边的宽关节的肌肉都有可能 比如说左边的这个背阔肌 左边的这个腰方肌 对吧 这都有可能的 那都有可能把这个提左边的这个 左边的 比如说这个腐外斜肌 这些肌肉都可能提这个左边的卡骨 宽关节 都有可能 好 他应该不会考这么详细啊 他主要看你认不认识同侧这个词实际上 实际上这个啊 主要他问你认不认不认识同侧对侧 其实这是一个这个姿势的这个题 你认不认识同侧对侧前面后面 那他其实是这么个意思 其实这道题 对 这道题没有没有没有技术含量 没有什么任何技术含量 只不过就是看你认不认识这个同侧对侧这词 哎 退 退 就是就是这么个事啊 嗯 好 底下一个就是Win 当Perform 执行一个Recipital Inhibition 又来了 这个又来了啊 相互抑制 相互抑制 当你执行一个相互抑制的时候 For a Tad Elean Tibia Band 一个紧张的 卡静速 which muscle group is active contract 是收缩的 大家想想这个卡静速是在什么地方 在这个地方 对吧 哎 首先咱看几个状态 这是一个紧张的卡静速 卡静速收缩的时候 做什么动作啊 ABD 对吧 因为它在大腿外侧 所以肯定做外侧的动作 ABD Abduction 它又有相互抑制 这个时候怎么样抑制呢 什么肌肉收缩的时候 可以抑制这个动作 那自然是能够让它做 ADD Adduction 内收这个动作的肌肉收缩的时候 才能一直外展 对吧 所以谁是内收 这个肌肉非常有特点 就叫内收肌 ADD Adductors 所以其实这个也是问你一个简单的动作 你知不知道卡静速收缩是什么样的一个动作 就考你这个 你只要知道卡静速收缩是什么动作 这道题就是白给的 它肌肉名字都不用想 一看ADD就知道 好 最后这几个我们看看是什么 Which of the following muscles 以下哪一个肌肉 is the synergist 协同肌 关于什么呀 Tensor Phasile 扩进膜张肌的协同肌是谁 卡静速 他们俩都一个动作都在一边 都长在一起的 对吧 所以有卡静速 我们就选卡静速 酷进膜张肌 啊 外展内旋去 有卡静速 我们就选这卡静速 因为它两个肌肉是完全长在一起 好 最后一个啊 the reciprocal inhibition 又来了啊 不断的出现这个词啊 谁要以后再不认识这个词 我们得超一百遍啊 这个recycle inhibition 相互抑制 意志关于什么呢 to treat治疗 solo specimen 笔目鱼脊 啊 笔目鱼脊 是一个啊 voluntary contraction 一个啊 相互抑制 一个随意收缩的 是什么 你不管它是什么 你只要看到 笔目鱼脊 精卵 又有相互抑制 我们就选静谱前进啊 对吧 你不要管它后头认不认识 什么收缩呀 在那琢磨半天三分钟光想这个字 是不是什么随意不随意的 什么叫随意什么叫不随意 不用管那些东西 你只要看到它给你一个现场的状态 笔目鱼脊 精卵了 抽筋了 小腿抽筋了 你要怎么利用这个相互抑制法则 那自然是敲击动前进 啊 这两个都是 互相对抗的 笔目鱼脊 腓肠肌是做啊 小腿的flexion 向后面 去 筋骨前击是做啊 小腿的向前伸 所以呢 他们两个人肯定是互相对抗 当小腿后面的肌肉收缩的时候 前面的是拉伸的 筋骨前击在小腿前面 它收缩 就会让小腿后面的肌肉拉伸过来 这个就叫做receptual inhibition 不只是笔目鱼脊 腓肠肌也是一个道理 啊 所以呢 这道题只要明白这个就行 啊 他特别给了你一些词 什么 随意收缩 或者是不随意收缩 无所谓 啊 那个东西不值得去研究 啊 在这个题当中 只要发现了 精卵 小腿肚子的肌肉精卵 笔目鱼 或者是腓肠肌精卵 提到了receptual inhibition 就是筋骨前击 反之亦然 啊 筋骨前击有问题 也是用 小腿后面的肌肉来控制 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搞清楚 好 那么在运动机能学当中啊 一直对抗 就这些例题 给大家找了一些例题啊 呃 其他的还有一些 在我们的这个题目当中啊 大家要仔细去看啊 在我们的给的这个软件的联系题当中 仔细去联系去看 这个里面呢 我们在给大家扩充知识点的时候 简单介绍了一下 今天呢 我们就说到这里 里面 这些是 那边 是 个人 对